穿梭水柱间嬉戏打水仗 全身湿透清凉畅快 大人小孩都来冲一下 游泳 游泳的感觉 很凉 就你手上会觉得烫烫 好像在烤肉一样 如果没有擦防晒 因为天气太热了 然后这边就是收费比较便宜 停车也方便 小孩不用钱 周末假日小小一个园区 挤进了上百人来玩水 光是23号台北最高温来到36.4度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气象局评估这样的热度 还会持续到8月 所以不见得在大暑的时候 会是最热的时候 不过以气候上来讲 7月8月都是我们的夏季 就是盛夏期间 像台北市的最高温 其实都是在8月份出现的 高温炎热持续 山区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但在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上 气象局观察到有热低压的生成 持续往东北走 有机会发展成为 今年第二号轻度台风 卢比 不过它的走向上 是往东北方向走 就是顺着高压的环流 往东北方向走 对我们影响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受到强盛音的后一年影响 今年台风总量比较少 深沉的时间也比较晚 秋台几率高 提醒民众这段时间 天热注意防晒 多喝水防中暑 你电梯的客室张张一华 他就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